那我們再看這邊 這是Venus Venus它的溫度的分布 越紅色的溫度越高 各位請看這一座山 你不覺得有點怪嗎 我們一般來講 金星是有大氣層的 各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一般來講越高 這個溫度應該會越低 可是它剛好相反 越高溫度越高 而且更奇怪的是 各位有發現嗎 非對稱 非對稱 如果你是NASA的科學家 看到太空船傳回這兩張照片 你怎麼解讀 你要怎麼解讀 其實我們的知識都差不多 我們看到Data也不一樣 科學家訓練也有數得口 就是他看到這些Data的時候 他立刻可以把他的專業知識 套用在這裡面 很快速的套用進去 而且可能推測出一些 其他的一些東西出來 我們來看 天文學家 受過天文學訓練的人 或是一些地質學訓練的人 他怎麼看這些事情 就是說這裡絕對 第一個剛溫度分佈沒有問題 跟常態是相反的 第二個不均勻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活山 而且仍然在近期內 仍然有東西流出來 流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某些原因 他是從這個方向流出來 所以這邊的溫度的分佈 和這邊的溫度跟他一樣 所以過去300萬年裡面 金星還有火山運動 這是非常驚人的一個發現 我們一直不知道 因為我們說的 就是板塊運動 在地球上面有破碎的板塊運動 但是金星沒有 然後金星的火山 金星的火山 火星的火山 他們應該早就已經停止活動 但是我們看到金星的火山 在至少300萬年前 還有很明顯的火動的跡象 現在有沒有 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也看到在金星 它的在向陽面跟背陽面 有不同的紅外輻射 為什麼在背陽面 會有紅外輻射出現呢 後來我們在後來的 近期的這個探測器 我們才發現原來這邊 因為金星的大氣 主要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經過在日照面 極紫外線 EUV的照射之下 這個二氧化碳會解離 光潔 然後這些氧 氧原子就跑到背面 跑到背面 沒有極紫外線的地方的時候 就合成 然後就放出這個 所謂的氣灰 Algrom 然後它主要是紅外光 所以就解釋了 為什麼在被氧面的地方 會有氣灰的一些現象 然後我們再看這一張 非常有意思 這個是金星的大氣層裡面的 二氧化碳的含量 在高度70公里的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二氧化碳的含量 對 從1980年到2010年 這30年間你會發現 欸 奇怪了 這中間沒有data 沒有太空潮在裡面 這怎麼會起伏改變 請問二氧化碳來自哪裡呢 火山 居然有改變 顯示火山作用 火山運動仍然在持續進行當中 這是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二氧化碳的循環 這個我們就跳過去 火星上面也有這個 對不起 金星上面也有閃電 也有閃電 不過它不是水分子造成的閃電 電不是來自水分子 OK 好 我們再看 這裡 請問這是金星南極還是北極 這是幾區 金星的極區 兩個風暴 並排 就這樣子 你有看過這樣子的風暴嗎 哇 這個真是太驚人了 在地球上 這樣子的兩個風暴在一起 真的 不曉得它怎麼形成的 這個我們有帶我們大氣科學家去研究 最重要的是 它是南極還是北極呢 我這邊好像有寫在南極 你會發現 怎麼跟我們北半球的颱風 的轉向一樣 因為金星是浩轉 金星的自轉 自轉角度是接近180度 所以它是由東向西自轉 而地球是由西向東 所以它的可視力作用的結果 就是照著跟地球的北半球的颱風的轉向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很好的 第一顆的教材 在金星上的颱風 跟地球上的颱風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OK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 金星很有趣 我們再看看它地形高度的比較 這個圖 跟各位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軸 縱軸是高度 地形的高度的分佈 高度 然後這個是佔百分之多少佔的比例 譬如說這個負二就是比平均的水平面低 兩公里的地形佔百分之十 好 這是火星 這是地球 這是金星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火星和地球 地形起伏是很大的 你看 從六公里到負六公里 然後從一萬兩千公尺到四千公尺 這個地形起伏 而且都有 都有 而且都還滿多的 可是各位老師請看到金星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金星非常的平坦 它的起伏不大 幾乎都集中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各位請想像一下 剛才所說的如果火山運動仍然持續在進行 如果持續在進行 這後面的觀念我就請各位自己去想像 各位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月球 月球上面有發現大量的冰 這個大家你們知道了 不過月球上面有產生新的坑洞 你們知道嗎 各位請看這邊 對不起 不是這張 這一張 請看 這個是1971年 阿波羅十五號在登陸月球之前拍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2009年 這個我們叫做月球軌道探看者號 拍攝同一個地方的照片 這邊多了一個30公尺大的坑洞 各位 你敢把月球基地 建在月球表面嗎 我們過去是這樣子做的 過去是這樣子設計的 但是我們現在可能要逃避一下 因為我們過去認為1億年前 月球上面整個太陽氣裡面的撞擊起 這個撞擊幾乎已經停止了 幾乎已經沒有了 幾乎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在月球表面 要蓋什麼就蓋什麼 可是這張照片改變了我們的想法 30公尺啦 各位 我們這棟樓有沒有30公尺 這一個隕石坑掉下來 撞一個30公尺大的 在裡面真的是 不曉得會變成什麼 好 那麼在月球的探測 其實很早以前就開始了 美國國防部是最早的 1995年的Climate 就是美國國防部發射探測月球 你說 欸 很奇怪 美國國防部探測月球幹嘛 他應該去探測什麼 蘇聯有沒有核子世報 中國的核子世報在哪裡 印度 伊朗有沒有偷偷見 原子滿印度 他去探測月球幹什麼 難道真的有變性健康嗎 不是的 他是去獲取 去尋找最重要的一種 未來幾十年的戰略物質 就是海傘 我應該 各位很多老師應該知道 海傘是未來的 核融核反應的最重要的原料 但是在地球上面幾乎沒有海傘 月球上面因為它磁場很弱 然後它的太陽風可以直接撞擊 所以它的岩石裡面 海傘成分相當高 如果我們從月球上 拉一頓海傘回地球的話 透過核融核反應 可以產生的電量 可以供美國全國一整年的發電量 你想想看 要不要 你要吧 各位印度去月球幹什麼 中國區月球幹什麼 只是為了插個國旗 插個五星旗 要無揚威一下嗎 絕對不是 還有很多很多的目的 就像美國去波斯灣 把美國子弟兵送去送死 真的只是為了正義嗎 慘怪 有利可圖啊 將來誰掌握核融核反應的能量 誰就掌握了世界 各位你只要想像一下 工業革命之前 用壽力 用牛 用馬 用羊 改成用蒸汽機 人類的生活 整個世界產生了多大的轉變 你能想像 即使可以想像這個轉變 你還是無法想像 當人類從使用石化能源 或是核分裂能源 轉變成使用恒星的核融核能源的時候 人類的能力將大到什麼程度 人類的社會生活型態 會改變到什麼程度 我完全無法想像 真的完全無法想像 這樣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好 火星有很多的 這些東西不是永久存在的 它是只有在夏天 火星夏天溫度可以到20度C 它冷的地方 大概跟我們的南極差不多 連下65度C左右 那麼這些東西 出現一下就不見了 很奇怪 這什麼東西呢 原來它就是水 火星在幾億年前氣候是溫暖而且潮濕 所以火星過去有水 我們看火星的大峽谷 比地球大峽谷規模大八倍以上 深 長 都大好幾倍 那麼這些東西怎麼出來的 我們到現在來看清楚 但是我們認為應該也是 因為美國大峽谷是 這些V星的特徵 那麼 那火星顯然有大量的水 這水跑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不太清楚 為什麼在幾億年前 火星的氣候發生重大的變化 變得乾冷 又乾又冷 如果是變熱的話 那水就不見了 就蒸發掉 但是它是變乾變冷 所以這些水是跑到地底下 結成冰在那邊 就在大概20公分的地方 在那邊結成了冰 那我們現在回想一下 火星 如果火星在幾億年前 如果是又潮濕 又潮濕又溫暖的話 可不可能有生命誕生 當然有可能 那氣候變化之後 生命其實不需要氧的 生命不需要氧光的 我們從地球上看到很多種例子 地球最早的生命其實是豔氧的 各位都知道刺身大氣 有植物才有氧氣 我們才依賴氧氣 在火星上面 其實所有的生命 最依賴的最重要的東西 其實是水 不管是在太陽系也好 或是其他的行星系統也好 水是生命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你說那你是以人類的觀點來看 不是 我是以化學和物理的基本原則來看 所以不是以什麼 人類才需要水這些 不是 那麼在火星上面 如果有水的話 很可能過去曾經有生命戰爭 那麼水跑到地底下變成冰的時候 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 生命跟著冰跑到地底下去 在那邊繼續生存 也許 所以過去在1996年後 發射一個Pie Spider 大概像一個我們學生的桌子 差不多大的東西 在那邊火星上面探測 有沒有發現生命 沒有 1970年代 那個海盜號 有沒有發現 沒有 那麼到了2004年的時候 在發射的Opportunity跟Security 有沒有發現 沒有 那 後來到了去年年底 發射了一個超大的 一個像小坦克車椅一樣的 叫做Curacity 好幾號 那你怎麼還要發射 這麼大的一個東西去呢 因為過去的那個小 如果你要往裡面鑽 或是往下挖的話 自己就翻掉了 因為自己那麼小一台 夠大 夠重 重一頓 跟你的車差不多重 上面二十幾項科學運輯 足以往下挖 往裡轉 才能夠探測到冰 冰裡面到底有沒有生命 還有兩年 任務器還有兩年 到現在一年過去了 人家沒有發現 不過我們還沒有放棄 這些水在夏季 溫度高的時候 它在底下就開始蒸發 然後開始流出來 但是很快 因為火星的大氣 只有地球的1% 大氣壓力有地球的1% 所以一流出來之後呢 很快就蒸發掉 就蒸發掉就沒有 所以就消失了 不過我們還是有看到 像這樣子的東西 鳳凰在火星南極 燈路的時候看到的東西 這些是什麼東西呢 有人說是二氧化碳 那個時候的氣溫 二氧化碳不可能存 二氧化碳的冰不可能存在 有人說是鹽 Salt N-A-C-L 但是鹽不會蒸發掉 但是它過了幾天之後 居然也蒸發掉 所以是水 水冰 水冰 OK 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我們就大概介紹到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Telastic 跟Pastminder 跟Optimity的比較 你會發現真的差很多 後面的部分 我想我們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跟各位討論 還好剛才把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部分 稍微跟各位提到了一些 我想我們今天就大概 先介紹到這邊吧 各位老師 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可以跟各位討論一下 各位老師有什麼指教 或者是需要討論的地方呢 這張圖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Io的軟流圈 軟流圈 那個Io為什麼裡面會有熱量 為什麼會有熱量 是因為潮汐力對不對 對 大家都這麼講 但是各位真的知道 為什麼潮汐力會造成Io的 Io內部的熱量嗎 其實你可能沒有搞清楚 潮汐力來自什麼 來自木星對不對 來自木星 那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外面的Galmit跟Europa的話 就Io一個星這樣繞著木星狀 請問會不會有潮汐力 會不會 Io會 它會被潮汐拉開之後呢 就固定那邊就朝著 朝著木星 就不會再動 這怎麼摩擦呢 因為其實Io是一顆同步衛星 所以同步衛星 自然跟公轉周期相同 它永遠會面對著木星 這次潮汐力知道是什麼 沒錯 但是一旦形成之後 它就不會再 不會再轉啊 所以也不會再有潮汐力啊 去裡面就固定啊 對不對 所以當然木星是潮汐力最重要的原主意 但是真正造成 Io持續受到潮汐力作用的 其實是Io的軌道不是正圓 而是橢圓 而是橢圓形 所以它跟木星之間的距離 距離是有時近有時遠 這才是造成潮汐力最大的原因 才是造成Io內部 產生熱圓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為什麼Io的軌道不會被修正成圓形呢 就是因為Europa跟Galabed 這個太陽系最大的衛星 這兩顆星跟它是 跟它的軌道周期是1比2比4 非常規律 所以它的軌道就算變成圓形了 每次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被往外拉一點 就被拉一下 從圓形也被拉成 就固定拉成一個橢圓形 所以當它經過近木點跟遠木點的時候 就有潮汐力 變化的潮汐力 所以才會造成Io內部的熱圓 這樣各位了解 所以可能和你一句話 潮汐力帶過去 其實有一點點輸入 而這個就是Io內部 潮汐力到底作用在什麼地方呢 作用最長 到底是在軟流圈還是在地板呢 如果作用在地板的話 是Io上的Hotspot 應該在這些地方 在這些紅色的地方 可是我們觀察到的結果不是這樣 它是Hotspot的 而是在中低緯度的地方 那麼所以我們根據電腦模擬的結果是 它的潮汐力作用最強的地方 其實是在軟流圈 在軟流圈上 很有趣吧 好 不過不能再講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謝謝那個資冠老師 特地從台北下來到我們高雄 還有我們豐州這兩場精采的演講了 那剛才我現在聽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怎麼定義說 一顆星球的北極跟南極 對 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我們怎麼定義呢 我們一般以地球來講 北極跟南 我們以這個方向西東這樣子來定義的 但是我不曉得在其他的行星上面 是不是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定義 但起碼地球是 對不對 好 那我相信其他的行星上面 因為沒有什麼其他的參考 也就是說因為它本身 譬如說你怎麼 因為它是一個軟軟 你怎麼定義哪邊是C 哪邊是東 我想應該都是以類似的方式來定義 自轉方向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 對 就是以這種方式來定義它的北極 我不曉得 我不是非 我沒有特別去研究過為什麼 但是我現在只第一時間去想像到 想像到還有什麼參考坐標可以 可以定義它的南跟北 對 我想像不出來 磁場是一個 但是磁場是會倒轉的 對吧 所以 各位從磁場倒轉 你可以想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地球的外核的運動 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絕對不是只有這麼簡單的 對流兩次可以一筆帶過 它裡面一定有一些湍流 而湍流的作用 會作用大到什麼程度 還有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那這個就還在研究中 我想大家就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沒辦法很準確的預測 地磁什麼時候倒轉 或是如何 倒轉的過程是如何 包括太陽內部 最近有新聞說太陽和磁場 正在倒轉中 其實這個過程都是很多很多年的時間 慢慢地的進行 都牽扯到內部的對流 還有團流其實更重要 在倒轉這件事情上面 擺演更重要的角色 老師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近都未來只能到這裡 我再回去考察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說法 不好意思還有老師有其他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再次謝謝理智堂師 謝謝 謝謝 謝謝